二手精品腕表市场近年持续蓬勃发展 不仅拍卖会上大品牌珍惜表款竞标热络 就连电商网购也逐渐开始基于这块大饼 日前英国知名电商品牌NetaProtek Mr.Protek双双宣布 与同属瑞士利丰集团旗下的线上 二手精品腕表通路WatchFinder & Co.合作 进军二手表销售 创立于2002年的英国线上二手表通路WatchFinder & Co. 经营包括PP、劳力士、卡地亚等50家二手表线上收购和贩售 并有自家维修技师检修 确保销售的腕表功能正常 售货也有两周鉴赏期以及两年保固 借着完整的售钱售货服务成功打响名号 近一两年并在日内瓦、巴黎、纽约开设实体店面 以线上与实体并进的策略布局进军二手表市场 而Neta Podic与Mr. Porter日前和WatchFinder & Co.签署的独家合作 竟针对美国市场 除了特批专区、半售包括PP、劳力士、宝机等15个品牌 共约108个型号表款 并避开立峰集团旗下品牌如僵尸单顿、基加、卡迪亚等 免于和自家WatchFinder冲突 专区上售出的二手表款享有两年保固 28天鉴赏期退换货之外 住在纽约的买家更可当日下单、当日收到表款 其他城市买家则是隔日到货 其实二手表市场存在已久 近年来热度更不断升高 可以从加士德、苏富比 还有富一斯等国际拍卖行 屡屡刷新万表成交价 以及玩拍窥减一二 不只拍卖行、电商平台抢进 部分品牌也早已布局 像是江士丹顿在四五年前就推出收藏家系列 向拍卖或收藏家取得表款 经由品牌总部检修后释出 具有品牌证书与延长两年保固 确保表款为正品 也提高买家入手意愿 独立制表品牌Retro Mill 也在2015年联手日本NX1复合式表店 正式贩售品牌二手表 也与美国、伦敦、新加坡表店 合作开设二手表专卖店 品牌官网今年也开辟Pure Own的二手表专区 积极抢供二手表市场 时尚东新闻八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